大家好,我是Leo 之前走了去Darlington露营 在回程的时候就去了附近的Oshawa植物园参观 一进去就有一个大型的花圃,欢迎大家 充斥着几种常常见到的花 虽然大部分的紫醉花都已经过了花旗 但那些Russian Sage都种得很好 这种Russian Sage经常都被误认成分以错 但你看真点就会看到它们生长的形态并不一样 而在后面都种有少少Black Guy Susan 这几种都是种落了,就不用很打理,又开得很灿烈的花 然后再走进去就看到地图了 其实真的不是很大,要兜一个圈其实半个小时就走完 但里面都有很多features 拍照打卡,惹了餐,很硬的都可以玩到两三个小时 左下角有个QR Code,是告诉你这个植物公园的不同features 还有一些冬天的时候的照片 走过一点就是Pione Garden 中间的金属凉亭用来拍照都是一流 不过可惜某单的花期是五月底至六月底 迟了一点点,所以看不到花 看介绍说是有三百种不同的陪植品种 这个公园还在六月的时候会搞个Pione Festival 不知大家有没有去过呢? 有就留言分享一下好不好 看不到花,但是看到整个Garden Bank 维持得很好,维持得很漂亮 没有铺到Mulch,但是一棵杂草都看不到 走过对面就看到一连串的Hoster Hoster又是一种非常易种又易打理的植物 经常都是阴暗位置的上客 某单虽好都要有六叶扶持 Hoster有很多盘植的品种,所以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叶 可以很容易配合到其他植物和整个园景 继续向北边走呢 就会看到我觉得这个公园最棒的feature 这个Waterfall Garden 先不要说那瀑布住 这个Garden Bank是很漂亮的 第一眼看到一棵日本枫树已经很眼睛了 走近一点,看到不同的多年生植物 互相配襯住 前面看到的有Hoster Sedum Floss Flower Ajuga 中间有常络的Yu Juniper 和Yuka 再后面就有高新的Fontagrass Miscanthus Farbena 做一个backdrop 都没看完另一边就觉得已经有点了 再看了瀑布和噴水池 那些水声好像带你进了另一个地方 但是有点变化的变化的植物 再走上去看到大片红色的Begonia 和借了一点的Farbonica 又有常络的Pine 又有Spruce 和Holly 做陪陈 加上这张六尺多长的石凳做点缀 无论在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东西看 之外 又可以听着散散的流水声休息一下 在视觉 听觉 和臭觉 都有极致的享受 整个庭园设计是真的有点了 如果这个瀑布可以做得再澎湃一点就更加好了 看完这个庭园 我们再走过去河边 就会见到 保持得很好的Topeary Art 植物的修展艺术 而河边的柳树又大又高 很多人都在下面乘量休息 附近都有很多不同的树种 相信再迟一点 就会见到加拿大秋天的颜色 再走前一点 就会见到一条石桥 可以过对面的Daily Lee Garden 石桥虽然好像没什么特别 但都是一个不错的打卡位 另外 Oshawa这个城市的屋 和多伦多地区好像有点不同 有种六七十年代城镇的感觉 但我就没有拍到片 等大家自己探险一下 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这个植物公园 都是拍拖野餐的好地方 近近地又不用担很远 而且不同时间都有东西 真的十分推荐 未订阅的朋友 拜托帮忙订阅 最重要是给个like 想有东西分享 就在下面留言 还可以follow我的IG 是有些不同的东西看的 我是Leo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